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五年来他和关晓彤都会在微博上庆祝情人节祝福彼此的生日 早自的时候在2017年那时候陆寒关晓彤还没有官宣 陆寒在微博上为关晓彤庆庆生 那时候关晓彤才20岁就和顶流男明星谈恋爱了 后来官宣以后陆寒的祝福也是一年都没有落下 20年陆寒发文称关晓彤为精神小姑娘 后来陆寒为自己发文庆生 庆生的文案是生日快乐呀精神小货 随后关晓彤也立刻发文生日快乐哟 为男友送祝福 小两口互动也太甜了 21年的微博祝福简简单单 零点准时发文艾特关晓彤 官宣后关晓彤也是从未缺席陆寒的生日 给男友宣传专辑 发布陆寒照片 两人合照等等 更有网友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两人疑似同居的证据 疑似同居 显微镜网友疯狂找堂 最近网络上关于两个人是否同居有很多争议 如果关晓彤和陆寒走到这一步 能否说明他们很有可能不入婚姻殿堂 所以为了证明同居言论 细心的网友总会从两人发布的状态中 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关晓彤和陆寒的视频背景中被看出来端倪 背后两位的强文 文录是一样的 关晓彤为新剧二十部获做宣传 但没想到网友们的重点不是新剧 而是关晓彤身后的窗帘布 有网友注意到了关晓彤视频里的窗帘似曾相识 于是网友们就去了陆寒的微博里面查找证据 随后发现关晓彤视频内的窗帘背景 和陆寒之前录制视频的窗帘一模一样 无论是颜色还是样式 再有同款音箱 关晓彤晒出自拍 本来是想晒一下唇妆的 但是他背后的背景露出一个音箱 网上设价大概是在六十万左右 再看陆寒筛出的和朋友聚会的照片 同款背景墙 同款音箱 兴许还是同一个位置呢 种种小细节都透露 两位的感情是真的很好了 采访陆寒 公开恋情是责任 陆寒在后来的采访中被提到 公开恋情导致脱粉怎么看 他只说他觉得公开恋情是自己的责任 网友们都说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不过一路走下来 大家都开始祝福他们了 随着最近几年 男性艺人顶留小生的私生活曝光 偶像各种塌房 才凸显陆寒的可贵 不知道两位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呢 一下子期待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